大家好,我是一小点 很久没有做面包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面包 巧克力蔓越莓软欧包 这个面包还是采用中种法制作 关于中种面团的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我北海道吐司的视频 将酵母和常温水搅匀化开 加入到高筋面粉中,用手揉成团 面团成团之后再揉两分钟就可以了 不需要揉到特别光滑 盖好盖子在室温下发酵一个小时至两倍搭之后 转移到冰箱冷藏发酵一晚 中种面团最多可以在冷藏室中保持三天 在制作主面团前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要加的辅料 蔓越莓干中加入鲜朗姆酒泡一个小时以上 不喜欢酒味的可以用水代替 如果核桃仁是生的,需要事先用烤箱烤熟 将烤箱预热至180摄氏度,烤6-8分钟 烤好稍微晾凉之后,切成或者用擀面杖拍成小块 放在小碗中备用 制作主面团之前提前一个小时将中种面团拿到室温下回温 将主面团中除了黄油之外的所有材料加入到搅拌盆中 将中种面团撕成小块也一起加入 用厨师机中低速搅拌10分钟左右 直到能将面团撑出一层比较厚的膜 这个时候的面筋已经初步形成了 此时加入已经在室温下软化好的黄油 因为油脂会阻碍面筋的形成,所以最后再加入黄油 继续用厨师机中低速搅拌15分钟左右 这时我们再撑开面团检查一下状态 如果能形成透光的薄膜 并且捅破之后洞口的边缘是光滑的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完全扩展阶段 此时将泡好的蔓越莓用厨房纸吸取多余的水分 和核桃仁、巧克力一起加入到搅拌盆中 低速搅拌混合到面团中 如果盆底有些果仁没混进去 就用手把它们包在面团里 最后将面团用这样向后折叠的方式整理成团 盖好,在室温下发酵30-40分钟 因为加入中种面团的关系 在这里发酵时间不需要很长 面团也不会像直接加入酵母发酵的面团那样膨胀到很大 将面团转移到撒了少许手粉的案板上 按压排气,去除里面的大气泡 然后将四个边向内折叠整理成团 可以拍去表面多余的面粉 将面团光面朝上 盖上保鲜膜中间发酵15分钟 这样可以让面筋松弛一下 有利于之后的整形 15分钟之后 我们来进行最后的整形 用两只手抱住面团 利用于按板的摩擦力将面团向后拉 然后转换方向进行同样的操作 这样整形之后的面团表面会比较紧绷 形状也比较立体 不会摊成扁扁的 不过要注意面团表面的张力也是有限的 不要拉过头扯断面筋 在烤栏中撒些面粉防粘 将面团倒扣在栏子中 也可以正面朝上放在烤盘上发酵 盖好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 在面团发酵好之前提前将烤箱预热至180摄氏度 将面团发酵到两倍大左右 用手按一下表面 凹陷处慢慢回弹就说明可以了 烤盘中电油纸或者硅胶垫 将面包扣在烤盘中 用刀片在表面画出大约0.5厘米深的纹路 这样面包可以按照图案膨胀 形成漂亮的花纹 将烤盘放置烤箱中层烤35分钟左右 如果后期表面上侧过快 可以在上面加盖锡纸 防止表面上色过深 面包烤好了 把它小心地转移到烤架上稍微晾凉 避免底部凝结水气 中种面团制作面包 其实比直接用酵母发酵更适合新手操作 对面团第一次发酵程度的判断要求不高 成功率比较高 这款软欧包结合了传统欧包有嚼劲的表皮 和软面包内部的柔软细腻 味道上我们有来自蔓越莓的酸 来自核桃仁的果仁香 再伴随着半融化的巧克力的甜 味道和口感都很丰富 我个人特别喜欢 在制作上难度也不是很大 不论你是面包爱好者还是初次制作 都应该能轻松掌握 如果喜欢不妨自己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也喜欢这款面包 请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B站的朋友不要忘记转发投币收藏 我是一小点 我们下期再见